不过这个上午的大雨并没有影响到参选人的行程 前行人阳苏贞昌和台北市长郝龙斌都到了彰化同乡会 在台北线所举办的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拉票 这也是蓝绿两党提名确定之后两人首度同台 所以包括了肢体动作还有话语之间较劲意味十分浓厚 秋庸秋回娘家台北线参加彰化线同乡会 成立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有没有这么巧啊 郝龙斌十五分钟后就赶到 在同党同志 张化县长卓伯源大力介绍下 郝龙斌走上台 礼貌性的跟朱恩昌握了个手 但在台上两人选择一人坐一边 宛如身在楚河汉界 说完后书增昌主动驱前向郝龙斌致意 不但拍了他的肩膀还跟郝龙斌摇耳朵 看到书增昌用丰富的肢体语言跟张化相亲交心 郝龙斌不甘示弱 两人在布下舞台前又握了一次手 这时郝龙斌的胸花忽然掉在地上 他尴尬地捡起来继续往前走 两人要离开时 苏登昌突然来了一记回马枪 不只比谁有诚意 不是临时才决定要出席 对为什么要同台这么久 两人也有解释 我讲的时候他给我拍手 我说我特别留下来给他拍一首 没错 刚才苏前院长本来要离开 后来他看到我一直给他鼓掌 他说我要留下来帮你鼓完掌 我才走 我非常感谢 我们互相鼓掌 互相鼓个掌 苏登昌阿郝龙斌的同台处女秀 看似平和 但从肢体动作和言辞交锋观察 较劲意味浓厚 明知新王沛文 蔡永仁台北报道